6到11歲的幼童疫苗在明年開始部分縣市就可以來做接種了 分別像是高雄以及桃園等等 那麼在新北市則是要等到5月3號 台北市是要等到5月5號才可以來做接種 那麼現在很多家長就開始擔心了 擔心這個莫德納疫苗打了之後 小朋友的副作用會比較高一些些 再加上他們之前也有特別提到在BNT輝瑞疫苗之後也會來一批 所以包含像是陳時中部長自己都擔心說 在明天可能會出現一波莫德納疫苗的抽單潮 那麼我們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其實這兩款疫苗之間的差別到底是什麼 莫德納和輝瑞BNT幼童疫苗其實兩個都是打兩劑的 那麼在劑量上才會有所不同 莫德納是才50維克 那麼在輝瑞BNT的兒童疫苗則是10維克 之間有一些差別但是兩者都是mRNA疫苗 那麼在兩劑間隔的部分 莫德納疫苗原本定是28天 而輝瑞BNT則是要至少21天 只不過現在指揮中心的專家小組ACIP他們也都討論出來 因為考量到副作用的關係 所以會延長到12週以上才會建議他們打第二劑 而且特別點到了如果小朋友是發燒中或者是嚴重過敏的 也都還不建議他們來做施打 而至於常見的副作用到底會有什麼跟成人比較不一樣的 第一個還是一樣注射部位的疼痛以及頭痛疲勞等等 但是基本上在48小時之內都會做消退 而高一輻射醫院的院長鍾穎文也特別點到了 現在接種疫苗依舊是力大於弊 如果沒有禁忌症的話還是趕快來做施打 而我們成人是可以莫德納混BNT疫苗的 那小朋友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呢 也說指揮中心說笑等到下次的ACIP會議之後才能做出決議